主料,五花肉1000克,梅干菜150克,主料,白糖50克,制作时间,两小时以上,五花肉起劲,切成薄片待用,准备一只打一垫的碗,碗中先放一层梅干菜,然后在梅干菜的上面加上一层肉,就这样一层梅干菜一层肉的方式软满,在上面的一层梅干菜上加少些白糖,这样会让做出来的菜更鲜美。 最后上锅隔水蒸,大火烧开后转小火,蒸四个小时,烹饭技巧,要让肉肉做软,要没干菜的味道完全进入肉内,一定要蒸足四个小时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